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药材财经台为您直播的A股全日通,我是淳子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了药材证券的A股分析员潘灵俏潘小姐 来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的大盘走势,潘小姐您好 淳子您好 那首先来关注一下截至到今日收盘为举内地股市的具体表现了 那截至今天收盘上证指数是涨了134.18点,报3957.35点 生成值是涨了647.35点,涨幅是超过了5个百分点 那目前是报1304.96点 沪深300指是涨了154.14点,报4151.5点 创业板指也是涨超过了5个百分点,涨156.25点,报2783.32点 那其实今天是内地股市的期指结算日,那之前市场一直普遍很担心,就是今天的股市会受到拖累有一个很大的下跌 但是啊,今天有如我们刚刚所看到的A股呢,表现呢,其实还是不错的 那今天呢,李克强总理也是表示了中国经济呢,是稳中向好 指中国呢,有能力来应对各种的危险以及挑战 那相信啊,这个李克强总理的一番话呢,也是给了投资者打了一针强心剂啊 那今天呢,股市比较好,而且呢,题材股呢,也是比较的活跃 航空军工的涨幅呢,也都是比较的靠前 那对于A股之后的走势,您是怎么看的呢 嗯,那么李克强总理是表示呢,有能力使这个市场有一个稳定的一个预期 给投资者呢,很大的一个信心啊 同时呢,今天这个股指期货交割完成之后呢 嗯,整个的市场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涨 那么也使得呢,下周的这个市场做多的一个氛围呢 有望进一步的一个加强 那么从监管层的一个角度上面来看呢 一方面呢,是在清理一些的场外配资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继续的一个旧市 那么在这个,嗯,衡生电子之后呢 今天像是上海明创以及同花顺呢 也都是关闭了系统的账户开立功能 嗯,对于一些的存量的一个账户呢 也是这个不再进行这个增值的一个业务了 那么这也是使呢,场外的这个配资呢 在逐步的一个暂停 那么对于整个市场如果说是要 嗯,非常大幅度的一个上升的话呢 它的一个上升的一个空间呢 也是相对的有限的 那么另外呢,也有消息说呢 这个镇金公司呢,是获得了 嗯,商业银行2万亿的一个受信 同时呢,之前镇金公司对于一些券商 所承诺的2600亿的这个信贷 受信的一个支持呢 也是已经是分配完毕了 那么这些的券商呢 之后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要呢 那么对于这些的一个股票的自营盘呢 来适当的一个增持 那么这对于整个的市场来说呢 那么说明了整个的一个旧市的一个资金呢 还是在的 如果说有这个市场的需要的话呢 这些的资金呢 也可以呢,非常迅速的入市 那么这也是使市场它的一个相对下跌的一个空间呢 又是有限的 另外呢,昨天有这个信息披露呢 像是中国人寿呢 它就在上周呢 减持了这个三千万股的中信证券 那么也是使市场呢 这个非常有一个非常热烈的一个反应啊 有人认为呢 这是一个违规的操作 那么昨天呢 这个中国人寿呢 也是公告说呢 说将会继续的增持A股的 那么在这一个事件发生之后呢 相信呢 其他的一些国家就是资金退出呢 在这方面呢 会比较的一个谨慎了 那么或者说呢 它的一个退出的速度呢 会有所的放慢 这也是有利于呢 A股进一步的一个企稳 那么从技术面上面来看呢 护制在这个上方四千点附近的一个压力呢 也是比较大的 那么这个位置呢 相当于是一个阻力位了 那么下方呢 在7月9日 以及是7月16日 低位所连成的这一条上升轨呢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支撑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形态呢 是有望形成一个上升的三角形 同时呢 在今天这个位置呢 MACD指标呢 也是形成了一个金差 那么短期呢 就看四千点的这个位置呢 能不能够突破 如果说四千点的一个位置突破之后 有望站稳了两到三个交易日的话呢 那么后市上升的一个概率呢 就会比较大 那么不然的话呢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 有可能呢 是继续的一个震荡调整 看来四千点 还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啊 如果是上了之后呢 还是有相当大的这个上升空间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银行板块了 那是伴随着银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啊 拉开了大幕呢 那混业的经营啊 也是备受关注 那开放券商牌照的问题啊 一直都是成为了市场的这样一个焦点 那消息啊 就称国务院呢 将特批银行持券商牌照试点 那银行获得了券商牌照 对整个板块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利好影响呢 那么确实的 其实呢 市场一直在充顶这个混业经营 因为呢 今年整个的一个经济 进入到一个降息的周期 并且呢 这个银行的利率市场化的一个步伐加快之后呢 对于银行来说呢 它的一个进息差方面呢 不断的一个缩小 使得呢 业务业绩上的一个增速呢 在明显的一个放缓 那么市场呢 也是期待呢 这个混业经营呢 给银行带来一些新的利润的一个增长点 那么这是一个相对利好的一个消息 但是呢 其实目前很多的一些的金融集团呢 旗下呢 就已经是有银行牌照和这个券商牌照了 比如说呢 中信集团旗下就有这个中信证券跟中信银行 平安集团呢 有平安证券跟平安银行 光大证券呢 也有光大银行 光大集团也是有这个光大证券跟光大银行啊 那如果说这些银行呢 获得这个牌照的话呢 可能呢 对于集团内部的一个业务的一个竞争呢 就会加大 那么对于集团来说呢 它的一个帮助呢 就会比较的 不是那么的明显 所以呢 这些银行会不会去申请这个券商的牌照呢 还是有一个疑问在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在其他这些上市公司上市的银行来说呢 像是工农中信以及是这个 交通银行和招行呢 也都是通过子公司呢 有这个获得了这个券商的一个牌照的 其中呢 中国银行呢 是有获得内地的这个证券成销的一个牌照 那么其他银行呢 的证券业务呢 都是在香港 那么在如果说是这些银行呢 去获得这个证券的一个牌照的话呢 在目前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从这个投行业务方面来看呢 之前市场是一直期待说 IPO注册制的一个实施呢 带来大量的这个公司上市 从而呢 是带动了这些的 投行方面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增长 但是呢 目前呢 在旧市的一个背景之下呢 IPO已经是被暂停掉了 那么所以呢 它的一个投行方面的业务的一个增长呢 是会相对的有限的 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说是从这个经济业务方面来看的话呢 那么在经过A股的这一轮的一个下跌之后呢 投资者的一个入市的一个意愿上面呢 是不是特别的强了 而且呢 市场的一个成交量呢 也是出现了一个缩小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那么佣金的一个收入方面呢 自然也会有一个大幅的一个缩小 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即使说是这个牌照放开了 那么对于银行的这些的一个盈利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收入上面的一个增长呢 也会是相对的一个有限的 那么其实呢 市场是预期呢 今年下半年呢 这个券商的一个牌照呢 就会放开给这个银行 那么如果说是要炒作这个方面的话呢 相应的这个新业银行 以及交通银行呢 就是有可能获得 率先获得这个券商牌照的这些银行呢 会是一个首选 但是呢 相信呢 炒作的一个空间呢 也是相对的有限的 嗯 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两市的情况了 那互生两市啊 今天呢 是双双的高开呢 之后呢 互指是震荡短暂的翻率之后呢 是拉升的冲上了3900点 那截至收盘为止呢 互指是报3957.35点 涨134.17点 涨幅呢 是3.51% 那升成值呢 是报了13004.96点 涨647.35点 涨幅呢 也是超过了5% 那创业版纸呢 是报2783.32点 涨156.24点 涨幅呢 是接近6% 那在成交量方面呢 互指达到了5930.7亿 升市呢 是达到了5079.3亿 两市共同成交是11010亿元 那也感谢潘小姐 给我们做出的详尽的分析 也希望潘小姐的分析呢 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那么潘小姐 我们之前所涉及到的股份 你是有持有的吗 没有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大家